妳今天拍的女明星是不是 我是有讓妳眼睛一亮 小艾斯沒到攝影疊破眼鏡 跟老公床上冒出小三 我今天很漂亮嗎 妳今天超美的 妳多攝影師都嚇壞 她平身 平身 小艾斯榮光煥發出席保養品代言活動 然後那時候剛好我臉上 就有幾顆小粉絲 是的 然後我就持續擦 大概三四天左右 小粉絲就漸漸地飛到 我也特別跟妳講說 下巴千萬不要忘記要擦下巴 現在下巴非常嫩 馬威大哥想要上來摸一下 妳是燙到是不是 電到 被妳電到 妳剛才摸什麼很彈對不對 沒拍到要再一次 妳自己是攝影大師耶 好好好 好看 而且妳講的已經有久 我比以前這麼漂亮 講真的啦 好看 但是我很好 妳這次拍一個女明星 是不是 我是有讓妳感驚一點 相信大家對下架大牙不陌生 如今又見證著奇蹟的時刻 阿姨 阿姨 請 請拍掉 妳漂亮到她疊破眼鏡 掌聲鼓勵 我的美太強大了 大哥不好意思 我的美證覺到妳了 眼目眼鏡也太美了 如果需要修理費的話 請妳跟我清款好不好 好啦 不要笑人家 聊天攤小S的大女兒Elly 不僅登上時尚雜誌 還幫品牌拍形象照 我說Elly 妳不覺得妳自己超時髦嗎 她說還好啊 我說可是 現在大家都說妳很漂亮 什麼啦啦啦啦 妳都不覺得很 在學校不是風頭 就是風雲人物嗎 她說沒差啊 同學都會說 許希文妳那個第幾張很漂亮 就是她 大家都很平常 在看待這一切 那妳覺得她的夜市 夜市是成長選的嗎 應該是大孩子吧 未來會讓女兒 喬演藝圈發展嗎 可以試試看 但是 千萬是不能以 就是耽誤課業 然後她其實最想做的 還是演員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妳要當演員 那妳一天到妳在那邊 看什麼抖音 一天到妳看那些什麼 有的不有的 如果妳想當一個 有深度的演員 然後我勸妳 可以多看一些什麼書 然後她就會這樣 飄走 妳真的有教她 妳的演技嗎 因為我演技就是很浮誇 那天那個我女兒在 早上在刷牙的時候 然後我一過去 然後就 不小心看到鏡子裡面的我 然後我就說 大家都說我41歲了 可是完全看不出來 甚至還生過三個小孩 怎麼會美成這樣啊 然後女兒就說 有心 不過徐老師好像有演戲天分喔 我是指演藝這部分 徐老師她就是完全活在 自己的世界裡面 因為她現在說 每天一定都要跟我 和我老公睡 然後在我們房間洗澡 然後就會在鏡子前面 就是磨很久 我就說寶貝妳在幹嘛 她說 她就這樣轉個頭來看 我說 妳明天就會看到一個 更美的曲線 然後我說 所以妳今天是不是不美嗎 她說 明天會更美 然後我就說 是誰叫妳這種表情的 她說 就是我覺得很想要 很想要捏 捏妳知道很捏她的臉 但跟老公中間卡了個小三 不會影響夫妻感情嗎 老三早上去練舞的時候 然後我本來叫她起床 她就說寶貝 趕快抱一下 她說因為女兒在中間的時候 我們都不能相擁 然後說 直接抱一下 妳還抱一下 大概十分鐘也差不多吧 就在訪問最後 被問到最近網路霸凌事件頻傳 只要是霸凌 我就是 頓 我也跟我女兒講說 不好意思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囉 不好意思 謝謝大家 sorry sorry 不好意思 向霸凌說不 向霸凌說不 向霸凌說不